to put God first in our life 我们都想要把神放在我们的第一位 We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not an easy task to do 我们知道这是不简单的工作 But you know, observing the Sabbath helps us to do that, to do just that 可是守安息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得到 So if we can do it on a weekly basis with a truthful heart 那如果我们真心的每个礼拜都来遵守 We learn to put aside our work of labor 我们把世上的劳苦卸下 We focus ourselves on God and the word of God 我们专心在这个神的工作上 Focus on God and His word Sorry 神的话语上 神的话语上 then you find that our heart will be shaped to put God first in our life 那我们的心就可以把神放在我们的第一位 So I guess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 have to keep the Sabbath wholeheartedly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全心的遵守安息日 I believe in this, you know, if we truly observe the Sabbath of the Lord 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遵守安息日聚在一起 We worship Him, not only we show our respect to God 我们敬拜祂不仅仅是只是尊敬祂 God also wants us to grow spiritually 神也要我们的灵性增长 So by putting aside our work of labor and by putting God first will help us improve our spirituality 那借着卸下的世上的劳苦 然后借着来遵守安息圣日 可以使我们的灵性增长 Thank God,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great commandment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最大的诫命 We turn to the book of Matthew chapter 22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2章 Please turn to the book of Matthew chapter 22 我们一起翻开马太福音22章 We read verse 36 我们来读36节 Chapter 22 verse 36 22章36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Based on Matthew chapter 22 This happened after Jesus had silenced the seducees 这个马太福音22章是发生在 耶稣使这个撒独该人闭嘴 So one of them, you know, among the seducees was a lawyer 其中一个撒独该人是律法师 So he asked Jesus a question 所以他就问耶稣这个问题 根据马太福音他是要试探这个耶稣 So he asked Jesus which is the great commandment in the law 他就问耶稣说哪一条是律法上最大的呢 The same account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gospel of Mark 在这个马可福音也可以找到同样的故事 But the detail given is slightly different 可是其中的细节有一点不同 We can turn to Mark chapter 12 我们可以看马可福音12章 马可福音12章 We read verse 28 我们来读二十八节 马可福音12章二十八节 Then one of the scribes came and having heard them reasoning together Perceiving that he had an answer He had answered them well Ask him which is the first commandment of all 28节 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 晓得耶稣回答得好 就问他说 《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My version says Which is the foremost commandment of all 有一种版本是哪一个是第一的重要的呢 Now you find that later on The scribes actually answered Jesus 最后面这个文士也回答耶稣 I want you to read verse 32 of Mark chapter 12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2章32节 So the scribes said to him Well said,teacher, you have spoken the truth For there is one God And there is no other but he 32节 那文士对耶稣说 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 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 33节 And to love him with all the hearts With all the understanding With all the soul And with all the strength And to love one's neighbor as oneself Is more than all the whole burnt offerings And sacrifices 33节 並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 又爱人如己 就比一切烦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 34节 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 就对他说 你离神的国不远了 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那当这个文士来问耶稣说 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呢 我们看出耶稣是从生命记来回答 耶稣的回答的第一部分是从生命记 第二部分的回答是根据这个立位记 你们要爱人如己 我们翻回来马太福音22章 当我们看这个诫命中最大的那一条 根据耶稣的回答 最大的诫命有两个部分 我们必须去全心的爱神 第二部分是我们要爱人如己 当我们在讲爱神的时候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爱神多少呢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对神的爱是分裂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可以把我们的心移开 那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去用全心的来敬拜他 因为我们的心里已经远离他 我们的心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烦恼 所以全心的爱神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有一种有点挣扎 那在爱神的这个事情上有两个部分可以来讲 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有关系的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 我们看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 我们看15节 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重复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17节 17节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常 我们知道我们只有全心的爱神 我们只有心里面有神的爱 我们才可以全心的爱神 我们可以在第15节看到 如果父的爱不在我们里面 那我们如何全心的爱神呢 根据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洁信 我们没办法全心的爱神 我们知道人都有些偏偏 我们知道人不是很忠心 我们说父的爱 亲近了我们的心在我们领受圣灵的那一天 如果我们不远离世界上的事 那我们可以看到父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就渐渐消失 所以在我们心里面保持有父的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远离这些会消磨我们心里面父的爱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如果不常常讲神的事 当我们日常生活中与同灵聚在一起 如果不讲神的事的话 我们发现这个爱就渐渐的消失去 根据这个希伯来说 爱可以被激发 只有当我们讲神的事还有救恩的事 如果我们看这个15节到17节 这个神要给我们的事情 跟这个世界要给我们的事情是完全相反 所以我们不能选择去爱这个世界 我们确实要扑灭这些肉体的情欲 原部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这边讲到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17节很有趣 在我的版本说这个世界要渐渐的消去 这个世界和这个情欲都要过去 那约翰想要讲的是什么 他要讲的是之后有一个完全的教会 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这个完全的教会 我们都想要属于这个完全的教会 因为人若不完全就不能见神的面子 如果一个人真心要追求神 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可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追求神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都要过去 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大的 所以这边说这个世界要渐渐的过去 我们必须进入 我们必须进入 并且我们必须属于这个完全的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必须要看我们日常做的事 有些事情会影响到我们吗 如果会影响到我们 那我们必须决心地去放弃它们 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在这个 成为完全教会的路上 所以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生命纪 生命纪13章 生命纪13章 这边是讲到这个 先知的显现 假先知的显现 假先知的显现 我们来看第三节 第三节 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 因为这是主你们的神 事业里 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信 爱主你们的神 不是 4节 第4节 你们要顺从主你们的神 敬畏祂谨守祂的诫命 听从祂的话 侍奉祂专靠祂 摩西受神的感动 预言说之后会有这个假先知 这边是要预备神的选民来面对之后的这个假先知 这个原因是因为神要试验他们 来看他们是不是他们爱神多少 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尽心尽信爱神 当我们提到这个尽心尽信爱神 这表示我们是完全的相信这个神 这个神的话 爱神也代表要爱祂的话 今天如果我们向祂的话妥协 我们不觉得神的话很重要 这表示我们没有全心的爱神 我们还是属世的 所以我们不是走向这个 神对我们预备完全的这个道路上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问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研读神的话 神的圣经下了多少功夫呢 我们了解神的话多少呢 我们来教会这个守安息日 我们聆听神的道 那神的话在我们留在我们心里面有多少 第一点是我们没有专心查款 第二点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看重神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如何全心的爱神呢 我们可以用这两点来检视自己 我们爱世界更胜爱耶稣吗 我们把神的话当成很重要的事吗 我们翻回来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22章 我们看39节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谁是我们的灵舍呢 我们可能会讲坐在我们旁边的是我们的灵舍 或者坐我们旁边的是我的灵舍 根据圣经 我们所接触到的所有人 都是我们的灵舍 所以我们必须爱他们如己 所有的信徒都是我们的灵舍 所有我们的朋友都是我们的灵舍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亲戚 都是我们的灵舍 所以我们必须爱他们如己 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这样子做 尤其是我们很熟悉的 尤其是有的时候有一些误解 我们觉得爱他们很困难 我们再翻过来约翰一书 我们再翻过来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 我们再翻过来约翰一书第二章 我们看第八节 我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 真光已经照耀 约翰一书第二章 所有在光明中的人就不会跌倒 约翰一节讲到 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 且在黑暗里行 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我们相信我们都听过这样的道理 可是我们却很难的真正的爱他 那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第八节 这边讲到真光已经照耀 黑暗渐渐过去 这个跟十七节我们刚才读的很像 这个世界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在第八节我们要来看 神赐给我们这个完全的教会 无论如何 这个总有一天我们的神的教会会成为完全 那重点是我们是有没有在这个神的完全的教会 在神的教会真光已经照耀 这边讲到黑暗渐渐的过去 我们相信耶稣的人 我们学习到彼此相爱 我们不是生下来就会爱别人 我们并没有这个爱别人的这个能力 可是我们需要神的能力来爱别人 可是为了要这样子做 我们必须要有神的光照在我们的心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黑暗在我们的心就渐渐过去 那这个神的光照在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来跟你讲这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知道这个光是指着这个真理 如果我们总是亲近神 我们就会渐渐地亲近神的诫命 如果我们很看重这个圣经教导我们的 就像是让这个真光照在我们的心 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有很多聚会让我们可以参加 很多祷告的 原因很简单 我们说要坚固我们的信心 用这个约翰义书的话来讲 我们说要让这个真光照在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不愿意这样子来行的话 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黑暗会渐渐地胜过 黑暗会渐渐地控制我们的心 而不是渐渐地过去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日常的灵修看得很重要 如果我们这样子做 我们如果越听神的话 用这个全心 我们觉得我们的心就比较容易柔软 这个黑暗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比较容易过去 那我们要把这个教会对我们的安排视为很重要 我小时候也是在教会长大 在灵恩布道会就可以看到很多人来参加 他们会一大早就来 那个时候教会有两间祷告室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一大早就有人来祷告室里面祷告 因为他们非常地看重 他们把这个机会视为真光照在他们的心里 很不幸的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在教会 我们聚会没有很准时 表示我们没有很重视 我们知道这对我们不好 如果我们的心态没有调整好 这个真光一直在那边 可是我们没有接近真光 让它真光照在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做 如果我们觉得别人冒犯我 那我们很快的就可以进入这个黑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光 这个要不进入黑暗是非常困难的 也就是说要不去恨别人是困难的 因为我们没有在真光里面 今天我们如果要解决这个家庭的事 或者教会的误解 我们必须进入真光 让真光照在我们心里 在我们心里面的黑暗才可以离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爱的其中一个原因 我们看约翰福音 我们看约翰福音 我们看第三章 我们看19和20节 约翰福音第三章19和20节 19节 这个是灵灵来到世界的灵灵 而人们爱了灵灵 而非灵灵 因为他们的事是邪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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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种人的心理 他们喜欢黑暗 他们不爱光 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 如果我们一直行这个神眼中看为不易的事 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 我们的行为没有被神的话来转变 那我们要来改变是非常困难 因为我们的行为是恶 就算我们知道这是不对 可是我们还是喜欢这样子做 表示我们想要远离这个光 如果这样子发生的话 我们就发现我们心里面的黑暗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必须检视自己 我们必须查看我们的内心 来看我们心里面有没有恶的事 或者我们有没有恶的行为 我们必须放弃他们 如果我们远离他们 我们就可以靠近光 这个恶的行为就好像一个拉力 把我们拉到后面去 我们想要亲近神 可是我们却不行 因为我们被拉着 所以我们必须远离这些恶行 不管他们是什么行为 我们都要远离他 如果远离这些恶行 我们就会要亲近神的心 来亲近光 来受神的光来照耀 我们看二十节 第三章二十节 二十节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这边讲到行恶的人 恨光 因为他们恨光 他们就不想要来知道这个光 就像我们如果恨一件事情 我们就不想要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我们想要远离这件事 所以我们必须停止作恶 我们知道这个善恶 当圣经讲到这个善恶 我们不需要去想象太多 如果我们时常靠自己 而不是靠神 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凭自己的感觉 根据圣经这就是恶 所以我们必须停止作恶 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清净光才懂得依靠神 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并不是受神来接受的 所以我们必须远离他们 所以我们必须远离他们停止作恶 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在光里面我们才懂得爱人 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在光里面我们才懂得爱人 当我们看这个使徒所写的这个书信 感觉他们的重点都是要爱别人而不是爱自己 我们要看这个书信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 他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约翰二书第五书 relative four Shoutro databases 人若说我爱神劝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我们发现这个爱神和爱人这两个诫命是有关系的 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很自然的会爱人 爱神的人也当爱可以看见的他的弟兄 所以当我们爱的话我们就完全的律法 如果我们看旧约 信神的人必须完全律法 今天我们若彼此相爱 我们就完全的律法 来想这一点 今天如果我们是父母 如果我们爱神 我们会尊敬神 因为这个十届第一届到第四届是为神的 是要我们来爱神 如果我们遵守安息圣日 每一个安息圣日我们都来敬拜他 我们全心的敬拜他 实际上我们就是爱我们的孩子 那其中的连结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树立了对小孩的这个榜样 他可以看到我的父母这样子来尊敬神 他们长大之后就会效法 所以当我们全心爱神 我们的爱神的心会影响别人 如果我们全心爱人 那其他人也可以看到你全心爱神 我们看到这两个诫命是不可分开的 我们翻回来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22章 我们看40节 马太福音22章40节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我们说我们相信旧约和新约圣经 今天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诫命 如果我们觉得不需要去遵守神的诫命 我们的信心其实是虚空 如果旧约圣经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 因为我们不遵守圣经 这两条诫命是细着全部的道理的总共 这是所有旧约圣经的基础 如果我们仔细看新约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新约圣经也建立在这两个诫命上 因为耶稣强调这个诫命的重要性 所以耶稣说要进入光明里面 就必须遵守神的诫命 我们看马太福音19章 马太福音19章 16节讲到这个少年的人来问耶稣 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得永生呢 17节耶稣回答说 最后一个部分 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这个使徒也讲了同样的话 我们来看两节经节 我们来看歌林多前书第七章 第十九节 第七章十九节 受割礼算不得什么 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 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 我们知道这个割礼在初期教会造成了很多 不理解 保罗说不论你有没有受割礼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守神的诫命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要守神的诫命 来表示我们真的爱神 最后一节经节 我们看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二章 我们看第三第四节 我们如果遵守祂的诫命 就晓得是认识祂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说 他们认识耶稣认识神 可是根据约翰 他们只有遵守祂的诫命 才可以说他们认识神 第四节 人若说我认识祂 劝不遵守祂的诫命 便是说谎话的 真理也不在祂心里 这是非常清楚 如果我们是属真理的 我们就不说谎 如果我们不说谎 就表示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我们就说我们在 在神的真理里面 所以为了要爱神 我们必须遵守神的诫命 感谢神我的讲道到这边 我们声音的人 我们哭到евич 我们哭到前